好 恭喜JJW 謝謝 很開心得到這個獎 我覺得自己 去年做的歌 都一直嘗試不同的曲風 希望 其實一直都準備著 所以希望 繼續做多一些好的音樂 今年有沒有 開組的計劃 剛剛在廣州 昨晚也做完一個演唱會 今天就馬上回來 參加這個頒獎禮 你懂得夠不夠嗎 今天都很睏 不過OK的 自己現在心情有沒有好一點 因為你上個月前宣佈 其實心情是OK的 因為其實 這件事在年頭一月 已經發生了 所以自己已經有大半年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還有現在 很專注在我的 事業上 剛剛有唱了音樂 Broadway的音樂 剛剛又在廣州開演唱會 所以一直默默地做 生日都是跟朋友 跟朋友一起過 跟家人 會不會有些不習慣 會不會 其實我反而覺得我很想念 原來我忘記了 我經常都忘記了 忘記了跟朋友一起 跟家人多一點一起的感覺 還有 很開心 我覺得我現在是享受生日 I'm really enjoying life 然後努力做事 所以OK的 但是跟前度 會不會都可以保持一個朋友的關係 他有沒有在你生日的時候 都還是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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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都還是朋友的 身邊有朱鞠章 蛤? 身邊有朱鞠章 是誰 我想都會 可能 不知道 看一下怎樣 有朱鞠章 有朱鞠章 朱鞠章 真的是朋友 你們不用再說 他是我的緋聞 真的沒有 因為 什麼? 因為已經說了很久 又不是 我馬上回家又問他 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 是因為大家太朋友 還是他不是你的類型 其實 因為 當你跟一個人一起做朋友 你知道的 你知道 真的是朋友 所以大家是朋友 是朋友 大家 你的心態 是準備好嗎 所以能夠發展另一段救命嗎 我覺得現在 我的心情就是 我要享受生活 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權利 就是要去享受人生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 會繼續跟我的朋友 一起玩 跟家人一起花時間 遇到的就遇到 工作上我有開心 所有事情 我都是享受生活 生活 有否令你改變了 一些政偶條件 那些 我覺得 總之現在我就是 會低調 所有事情低調 因為 已經被你們嚇倒我了 已經 被網民嚇倒我了 所以 我所有事情現在 低調 你兩條 真的有心情 低調 不說 什麼都不說 哈哈哈哈哈哈 你被別人說 拜真 那一次 對不起 你拜真 那一次 因為其實我 我真的從來 我 我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 很有趣的 是說關於我的 然後是很詳細 詳細 到我有點害怕 她是連我姐姐的 什麼律師 什麼編號 什麼 全部都有在這裡 但是她很忠衡 她真的說到 其實我只不過是 跟我 大學認識的朋友 圈裡面的人 即是 發生了感情 所以我覺得 根本 我繞了這麼大的圈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就不是 不是 不是 OK OK 好 我再來說 由頭來說 我覺得 最重要是我身邊的人 知道我是一個什麼人 我爸爸媽媽 家人 我的好朋友 我的同事 她們 個個都知道我是一個什麼人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 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做這一行 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我都準備好了 所以我覺得 慢慢 她們慢慢 就 對 有些東西可以聽 有些東西不用聽 會不會更多了時間 可以自己穿衣服 我放了很多時間 在自己身上 我覺得 我很開心 因為 其實真的有時候 是發現自己 跟家人的時間不夠 又可能見少了朋友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 我的我是 很專注於自己的人生裡面 所以我是很開心的 拍 breathtaking 有些事情 有些事 所以我浮沾了 其實浮沾 我覺得 是對自己的保險 因為我覺得 都會想有小朋友 只看完份 應該會遇到 可能 不知道 未必我 next 可能 過程是否辛苦 又不是太辛苦 我覺得OK 但也要打針 不會腫 我又很幸運沒有腫 打針少少痛 但是能引到的 是自己打還是有 他有Nurse 會不會身邊的朋友 自己都沒有 可能是有些朋友 會不會多有這種方法 我覺得我在這大半年裡 都認識了一些新朋友 朋友而已 你們每天都會認識新朋友 不會啊 你不會嗎 那我做你的新朋友 要慢慢從朋友開始認識 就不是一定是公平的 那一定要 一定要從朋友開始 為什麼要做朋友 我覺得 我覺得 你懂 人生這麼短 不需要聽太多人的意見 自己開心就行了 自己的時間多了 現在有什麼最想做的呢 做事 不斷工作 工作 和家人玩 和朋友玩 有啊 有啊 我有家人 不記得多謝 最好多謝 全公司所有的同事 最好多謝小姐 和今年 新年幫過我的所有人 我是 其實我差不多 我是很略略的 講了曲詞片 但是 沒有講到很多謝 舒文老師 他幫我找到一個全新的唱康 都是同樣 都是多謝 樂小姐 多謝Douglas 他們去幫我們去發展 會不會都打算怎樣去餵公司 去電視 我請了吃飯的 其實 之前 拿了兩獎 之後就請了大家吃飯 可以加碼的 計劃一下 我們一起請他們吃飯 好啊 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就是年中有一個鼓勵 會啊 因為其實 其實新人年獲獎 是我最大的心願 而 很幸運地 也得到很多人的眷顧 自己是 成功得到 所以就很開心 對 我覺得拿新人獎 不是一個必然 因為 這個獎 是真是多謝很多人的幫助 很多幫我拍MV的導演 或者所有的工作人員 他們真是 很累的情況下去幫我拍完 或者幫我做歌的每一位 還有幫過我的每一位 真的有很多人的幫助 才可以造就到這個獎 所以我是很感恩 畫著這樣的心 而且真的不是必然 所以真是很多謝大家 嗯 但會不會都開始想 還是因為很多人都說 沒有了新人的幫忙 就是寧景那一年才是 都很難行 會不會都開始 跟公司很平靜 這樣聽這件事 其實又沒有什麼這個 的考驗 因為我覺得 就算不是新人年也好 可能 會當是一個 挑出自己的conference song 一年 就是試一些不同的音樂風格 那一件好事 反而可能沒有了新人的 那種壓力就會撞出新的火花 新人是一種光環 歌手都學術不是一種光環 所以我覺得 都是那個心態上的轉變 還有那個心態都要持續 是好的 還有一定要記住自己做好自己的音樂 每一個作品一定要做到最好 給大家 這才是對音樂最大的尊重 嗯 我又想問 因為之前又有限制 會不會出席這個 但是這個就沒有了 那些之類是 是因為什麼 其實就不清楚 但是 其實很多方面都很忙 現在還要讀大學 我相信他會兼他很多方面的東西 嗯 還有這些合約方面的東西 我們私底下 是不會很詳細的說 還有我們更加都不可以向外去說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不要太多猜測 不定這只是一個傳聞 是的 嗯 但是會不會也有 可能發訊息 為你問 我覺得不用為問的 因為其實他 他很純粹 Gigi是 就是focus在工作方面 那 還有學 什麼叫話齋 就是他跟公司的關係 都是保持著 在那 至於是怎樣就 就 我們其實都不知道 我們都是普通的 朋友的 聊天 不會特別聊到這方面的 因為畢竟都只是一個傳聞 我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 所以我們都 不會刻意去問他 這件事是怎樣怎樣的 所以我覺得當他需要說的時候 他自己都會和大家去說 嗯